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11点35分 6月21日星期五 今晚是三毛日 美国那边股票、指数和ETF的期权到期 逢是369、12这些季月 第三个星期五就到期 今次的量是很大的 那会不会造成震荡呢? 我们看看今晚的表现 但是港股现在跌了323点 正如昨天也说的 昨天在早段时间我拍片 在17850附近有5亿牛 但结果到昨天下午 大过夜有9亿多的牛 在18000点附近 在179多那里 今天全数被收 那里有9亿多的牛 全数被收 而在178附近 现在还有4亿牛 难怪今天就一撮就撮了下去 我也是那句说 糖水滚糖鱼 但是你们把那些60576 换去59323就OK的 只不过你的成本比较多了 但是它每跌100点 你除了1万对1 它都是0.01 那你以10万的单位来说 乘回0.01就是1千元 就是它每跌100点 你就赚1千元 那就是说 无论你持有60576 60576 即是18600多收回那个也好 或者你持有59323 19200多点收回那个也好 其实它指数每跌100点 它们两只都是同样地升0.01 就是说 如果10万的单位 就等于1千元 都是这样跟着走的 只不过你用的幅度 你买那个红镇的幅度 是闊过你买 就是说 近一点那个红镇的幅度 就是看你愿意用多少 那现在看回这个情况下 其实就今天有成 9亿多的牛被收 那就难怪它去到 1万8千点边 那 还有今晚是三无日 市都会有些反复的 而昨晚呢 新申领收益救济金人数 就去到23万8千 那其实比预期是大了 预期是23万5千 那当然它还没去到前值 前值24万2千 那其实这个消息也是好的 那就证明它经济差了 那新屋动工呢 5月份呢 是138万6千间 比预期的145万呢 就小了 也都小过之前的144万 那美汇呢 就继续升了一些 美汇也是105.205 那主要是绑跌了 绑对港元是9.88 那昨天意识呢 维持息口不变 英国那边 那边 英论银行 但是呢 就预视了呢 即是说未来呢 是今年不远的时间呢 就会减息的 因为那些经济数据都不好 那所以绑会继续跌的 那暂时如果有绑的朋友 或者没有绑的朋友 你想买绑呢 就可以等一等先 那不需要急着 油呢 就81.21的 WTI一桶 布兰特呢 就85.6 那都是地缘政治 没解决 俄乌啊 和尾巴的事情 都是没解决 那油价都仍然 就是 站在那裡 北水今天 流入了40亿 以及流入了95亿 那盈富基金那里呢 200亿呢 就流入了差不多 19亿的钱 那就 騰讯就流入了 5亿多 那都是反复的 那就 内银就继续有钱流入 内银就 建行流入了2亿5 工行流入了 差不多3亿 那看回那些股票呢 那都是行个别的了 那我们看看这些图 那这个呢 就是 给回日线图 你看 日线图呢 这个恒生指数日线图 你看到我之前画的 那支旗形呢 就 我说是没有假突破上去 年轻两天之后 今天就跌回去 到这一刻来说 这个日线图来的 一日一支阴阳烛 今天呢 就没完的 还在走着 那现在走着半天了 那现在就523亿了 跌了317点 那今天来说呢 成交是大了的 去到500多亿呢 那跌了300多点 其实就不是太理想了 如果跌市是成交大 而是下来的话 那当然你的低位跌市呢 成交大呢 其实就 都未必是坏事 那现在这个位呢 很明显看到 有些盘就 追沽了一点 那就是说呢 似乎看样子 就似乎是一个假突破了 就 星期 星期三呢 就 突破了上来之后 到星期四再高一点 就低收了 就似乎是一个假突破来的 那今天一开低呢 就 已经 跌回来 那 就 在这个情形呢 走势就 很糟的 18000点 开始受到挑战 那 那如果这样呢 可能又回到那些旗里面 回到那些旗里面 那些旗里面呢 不排除又 试回178 178 如果守不住 174 那些位 暂时都是以这些位 为目标区 那我们看一下周线图呢 周线图是一个礼拜之阴阳烛的 那周线图呢 其实呢 我放大一点 周线图呢 你看到呢 这里是 走一支上影线的 那就是说呢 压力很大 那 有支上影线压力那么大呢 其实就 不太理想了 那你看到呢 无论RSI 日线图不在话下 因为这里已经下来了 那小时图那些更加了 小时图那些更加了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小时图也是不好的了 那有红症就抓住它 用来保住那些货都可以的 那到什么位呢 刚才说的 就是174 那而 日线图呢 我的平均线密集区呢 如果越走越窄 就走到17570 左右 17570 那但是就目标应该都是 以花174为主 那至于 看回 其他股份 类别里面呢 就比较 有机会 你们去 找位买的呢 就是 中国铁塔 中国铁塔呢 七八八 有少少钱留走 昨天 但是呢 这里呢 就看它 现在又挨近9毫八 今天最低9毫八 就现在9毫九 那我们都熟以 如果的指数都是要向下的话呢 我就不急了 就9毫半才开始 9毫半 9毫半买 最靓的 9毫半 9毫6 那里呢 那如果拿回中线呢 就值得的 那 那 中国铁塔呢 就可以考虑的 这个比较稳 那 至于 三八八呢 就是有 非常低位的 现在在短期通道的 那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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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那些大的资金,譬如退休基金,都是以这些为目标,所以这些就不需要看着 而汽车股呢,你看到比亚迪开始回一点点,来到这些位置真的不够力,成交都小了 而比亚迪呢,你看到呢,今早就看到有,北菲特都有些盘在沽,今天都有,现在都有,积极就不算很积极,不是很多,但是都是滲下滲下有些盘在沽,那我们都是那句,如果比亚迪的话,长远是好的,但是等它回到短期平均线,230元那里 就是我们提高一点点,28到230元那里,去到那些位置我们就可以想一下,就看一下到时的变化怎样,如果站得住就在那些位置,就是说如果它没有跌穿了,站得住的话呢,就可以在那里去考虑,到时我再提大家 那 groups too,收拾一下比亚迪呢,加上两趟集的不一套电池呢,我们先记住 好像是沽的痴迪呢, exposed币asion specifice也不考虑 收拾一下电池就Rush雷迪回,然后再涨上的级�가 wells正向它升到37.8%, 是到时看到整个指数的情况是怎样呀 至于700就没什么原谅了 都是会以之前较低位365元左右 为一个目标区 365元 去到那些位置再看一个市的变化如何才决定 阿里巴巴在低位沉在 这些也是等机会 金山软件就再回一点 这些就不能坐的了 联想是漂亮的 但是我们看看市场有机会再下跌 所以联想等它回一点 始终AI概念的东西 就没那么快全部出来的 这个都是受惠美国的 英伟达 NVIDIA 和苹果这些相关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等一等 至于小米呢 也是 今天回一点 起码去回 之前的17个 17元左右 17元到17.2的位置 到时再考虑 那 瑞星科技呢 都好像昨天这么说了 因为它出了几条上影线和十字星 所以要走的了 而信与光学呢 又是没什么力了 所以所有这些手机设备股呢 都要摄一摄 包括华红半导体 都是 智库啊 熊藤啊 6088 这些都是有些大的影线 上影线 所以暂时摄一摄 不买 那反而257呢 光大呢 是漂亮的 那在这个环保发电那里呢 它是有一定的苗头 那如果光大环境呢 它去得到今天低位 3.663呢 那你可以尝试的 没有货朋友可以拿少少 有货的拿着它 不要走 那麦楼股呢 深圳国际呢 就现在回一点 看它会不会去回到之前的低位 6.4左右 大概 今天6.5最低 6.4左右 到时看它站不站得住 站得住才考虑 那至于 中港核电力呢 就 都是了 我的短期平均线呢 在3.24 那今天3.37 那它是比较强一点的 看不到什麽上影线的 那那就压力不大 那所以 如果它跟队回 呢 回到3.25 llev 3.15那里呢 那你可以考虑 即是说呢 中港核 是值得考虑 就 對 setup oxxxxxxxpxxxx estas esta 之外就是那些内房股 这些位置就不是很肯跌 这些也是手 越海这些又是横行 不是很肯没有什么升跌 这几只都是 所以暂时来说就是以这几只为主 中石化 今天跟队回少少 如果它回到4.78那里 4.78那里我们就可以考虑它 其他科技股可能要先挤一挤 等一等先不要急着 不用太急 至于你持有的59323 60576那些就继续握住它 看看市场跌成怎样 今天简单讲到这里 大家用心 有什么不明白呢 有什么看法呢 有什么想法就可以欢迎你 在688-99-180那里 用这个电话WhatsApp问我 我会在那里再回答你 当然不会即时回答你 我有时间一有空就会回答你 多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按赞按赞按赞一次好了 多过一次就无效的 这个频道有赖你支持的 记得介绍给朋友圈 叫他订阅 订阅完之后 订阅免费的 订阅完之后有个钟钟的 按完钟钟 全部新片会告诉大家 多谢你支持 大家加油 努力 那整个市场是怎样呢 它是要回到 回到差不多之后 在今年的第3、4季 特别是第4季 之前是有机会做好一点的 倾向于6月、7月 都是一个打底的局面 到7月尾、8月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慢慢会做好 继续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不要氣餒,機會是在這裏的 二十多年都會慢慢做好 大家努力,多謝你們,拜拜